距离这个救援的黄金72个小时 还剩下大概20个小时左右的四川雅安大地震 震碎了很多人的家园 我们看到有一个才4岁大的小baby 她的妈妈在地震当中被扎伤了 所以在加护病房急救 也使得她已经一整天没有牛奶可以喝了 奶奶把小baby抱到医院 还好碰到了好心人帮助她让她喝到牛奶 才4个月大的小baby 没有办法知道这个身边的天灾 但是可以险见她多饿 因为她喝牛奶喝得好急好快 一口接着一口 顾不得会不会呛到 才4个月大的小婴儿身体本能反应 用手抓住装着牛奶的碗 因为真的太饿了 小婴儿越吃越起劲 但小小年纪的她已经一天没喝奶 奶奶看着孙女受苦了一天 终于不用再挨饿 喜极而起 小女因吃饱露出笑脸 但她的妈妈是在这次地震中受伤 正在急救当中 骨头就是 我看是 这个脚 被那个砖砸到这里 头打了个烟 打了这么大两个包 后面还有这么大个包 她爸爸都抱好娃娃出来了 她爸爸都给两个小孩抱出来了嘛 还有个姐姐 她爸爸妈妈受伤 这是她妈出来了 都恰恰都敲垮了嘛 她妈都害怕发自垮了 她的恰恰再次出来了都很夸 怀了都搭到个了 旧女心切的女婴母亲 不幸被砸成重伤 在医院急救 让小女婴不但一天没吃饭 也整整一天没见到妈妈 还好在一群好心人帮忙 小女婴不再挨饿 现在就等妈妈赶快好起来 能够一家团圆 中新闻刘旭伟 吴云轩台北综合报道